要維持和鞏固香港會展業在國際間的地位 提供新增場地已經一刻不用緩 否則一些國際間重要或者新興的大型會議和展覽 都只能望門輕探香港錯失機會 本屆政府有決心處理這個積壓多年的問題 經詳細研究之後 我們認為首選是在灣仔現有的香港會展 會議展覽中心附近 增建具國際水平的會展場地 新建的場地必須能夠與會展中心連通和結合 以發揮最大效用 因此我們決定先放棄早前政府公佈的灣仔運動場選址 將灣仔北會展中心比倫的三座政府大樓拆卸重建 並將新址和現址改建連結成為可互相通達 和連成一體的會展新役 初步估計 新增的商年會展設施面積約23000平方米 設施上層可以建酒店 作為會展相關設施 亦可以建甲級辦公大樓 增補市場不足 建議的會展新役不足以應付欠缺的場地 我們會繼續進行在沙中線會展站上蓋 興建會議中心的計劃 為市場額外提供15000平方米的會議設施面積 更長遠的計劃是當灣仔運動場的重置問題獲得圓滿解決後 有關用地可以預留作為進一步的會展發展 鞏固和提升灣仔北作為亞洲會展業樞樓的地位 我們亦會繼續探討擴建其他現有會展設施的可能性